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说一下有了一个新闻的改变 专门的说的是什么呢 要支持我们的研究者 把自己的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其实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所有的这些研究 你现在的话大家都知道 你要一发都选国外期刊 国外期刊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因子 也直接影响你这些研究人员 研究在全球的地位 不光说国内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影响很高 在全球呢有很大的公众影响力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在决数呢 你像比方说你要凭个什么诺贝尔奖啊 凭一个什么的 那么你都是要上级别的杂志 其实好多当年呢 其实前苏联都有 前苏联有些的话呢 当时非常好的发现 然后呢是在前苏联的国内期刊上发表的 然后国外呢不承认 其实甚至的话呢 有可能涉嫌抄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在到底啊怎么办的这个问题上啊 其实还是要多想一下 就是怎么去评价 实际上这不光是一个你发表期刊的问题 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的问题 就是你这些期刊 包括你这期刊中文和英文该怎么调整 现在呢中国一说呢 基本上搞研究的都是英语要过关嘛 你英语不过关 你看不了国际文献 人家第一句话呢 就拿这个怼你 但实际上呢 你要知道 原来很多那个欧洲的非英语民族啊 他不那么要求的 他呢经常是把这些国际期刊呢 他自己翻译了 他自己翻译了以后呢 别人就看他本国母语的就行了 因为他用不着所有人都学外语嘛 养几个翻译便宜多了 尤其现在呢我们有了机器翻译啊 机器翻译的效果啊 应该是这么讲 现在呢你要翻译这些文学作品 他的艺术性肯定是比不了人了 但是呢你要翻译非常严谨的格式化的科学作品 那还是很准确的 因为那些科学啊论文啊 他首先要求的是什么 你的表述不生其意啊 不光是你个人的英语的问题 杂志的编辑他也知道啊 所以表述只要不生其意都是标准的 那好 你翻译出来呢 很准确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其实呢以后的话呢 对这些语言啊文字啊 如果你一定要是说外国期刊 英语语境 那实际上呢 你中华文明的崛起嘛 总是矮人一头嘛 对吧 人家放在你前头嘛 而且呢 其实还有我们要说这事啊 就是有些研究是保密的 你还不能发到别的期刊上去 或者有些呢 研究很重要是中国重要的追赶 比方说搞两单一新吧 两单一新都不能作为发明发现 当然里头有可能有个别的技术点 跟别人不一样 你可以有这样的差别啊 但就算有 你也不该发表 对吧 你发表了呢 泄密 包括呢 前面清华有个某个女博士在海外 不就泄密了我们的北斗 有些什么加密的 什么这个那个的 那可不是科学没有过界啊 我们现在国内都把它当叛徒一样嘛 其实呢 对于这个数学的贡献 其实外头呢 你看好多人说 陈锦润 哥德巴克在想没什么用啊 可能好多人呢 也不了解 我们像华罗根 华尔老的很多贡献 人家研究数论呢 有什么用啊 其实呢 数论好多时候呢 它的证明的文章 它可能能发表 就证明什么定理的文章 可能能发表发表 你其他的各种筛选 尤其华老的这些优选法干嘛呀 你像这种筛选 优选 包括张一棠来证明的时候 他也是用了这些筛选的方式 里头背后啊 对应的都是密码 凡是呢 搞密码的 对不起 你别发论文 无论是你破译密码的 还是你编密码的 你都最好别发论文 你破译了对方的密码 国家需要 那么呢 这也不公开 所以编密码的这些数学家嘛 一说起来呢 论文就比较少 一说起来呢 你看人家老说 陈锦润 葛道巴猜想 没什么用 实际上呢 我一直在说 最有名的猜想 一定首先是最有用的猜想 最关键的猜想 你说没什么用的那些人呢 是你呢 水平太低 不知道怎么用 其实现在呢 你看大量的密码的编码 都是围绕着 数数 偶数和猜解来的 围绕着呢 葛道巴猜想的 这些表述 什么大偶数 两个大数数 能变成数数核 拆解来的 在那拆解的数数堆里头呢 有公钥 有私钥 我们的整个的密钥系统啊 干什么的 都是从那来的 然后呢 你像这里头什么 孪生素数啊 什么都是一样的 你只用那些孪生的 里头能不能找着 找着什么 什么等等等等 里头有故事的 就是怎么去优化这个算法 那你的算法只要优化了 那你这个密码的破解 就很快了 人家都是说 因为那个特别大的数 你还特别要算准到 每一个位 不像说呢 你看物理的量 你只要有前边几位 有效数字就行了 那呢 要求极高 如果所以你知道这个呢 就知道好多 你看 有用的科研 不是都是能发表的 你包括 我们现在中国呢 做航天 好多都领先美国了 领先人家的东西 你能发表吗 我才不告诉你呢 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你评价的标准就有很大问题了 然后呢 再说一下评价的标准 这只是还是理科呢 因为是自然科学 它有一些客观的标准 你要人文的 我觉得真正要讲科技 社会科学 人文的 实际上呢 我们真正在中国论社会科学的标准的话 对于中国来评选的话 我倒是认为应该只按国内期刊 我还不说外国期刊怎么样 你只能按着国内期刊来 而且呢 有些时候我觉得期刊的方式呢 可以扩大一点 因为有些期刊啊 带有一些特殊的立场 包括一些著名的一些刊物 有些著名的刊物里头呢 你写些理论文章 那其实影响力很大呀 你比方说 那样光明日报啊 人民日报啊 它里头讲一些的理论 对吧 包括呢 行业的报纸 什么证券报啊 基金报啊 很重要啊 这些有时候的报纸也很重要啊 对吧 还有这包括呢 你像中央的 什么紫光阁呀 廖旺啊 这类似的这些 人文的 按理说呢 应该是只按国内的 为什么我说只按国内的 因为它的人文呢 是家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的 你要是说 你要按照外国的这些人文的期刊 比方说什么经济学人啊 什么这些那些的 那你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 或者你这个人呢 平时的表态都是不迎合西方的观点的 你肯定发不出来 你啥都别发 是这样的关系 而且你能发呢 也看门法 你看你是哪个大学 谁的学生 你能发 其他的呢 也发不了 所以这个事啊 你就看好多事呢 你说你为什么不在国外得奖 但是有些时候 国外得的奖 带有它的选择性 你能代表他们需要的那个声音的时候 他才给你得奖呢 他不是说的话呢 你发表了一个什么 你呢 学术水平有多高就得奖 他这个里头啊 学术水平到底高不高 差别也很大 你又包括的话呢 你像诺贝尔和平奖的 给了这些美国的总统啊 这些那些的 好像现在有个趋势 就是每个当选美国总统的 差不多都要捞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实际上呢 主要大战争的不就是他们吗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在这些地方的话呢 你像这国际评奖 在中国来看呢 以那些国家对中国目前的一些 竞争的状态 我还不说抵对状态 竞争的状态 有的时候这些评奖啊 已经是反向指标了 对吧 你就像呢 你像人家的媒体 评中国的什么公共知识分子 最后不就臭了街了 变成公知了吗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评价标准 国内期刊的这个事啊 这个评价主权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呢 看见了这个报道 影声呢 也给大家唠了一点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